嗨 我是亚瑟 我是三高 今天的日期是2024年7月23号 今天要来讲的是 ETF的螺旋上升以及ETF的螺旋陷阱 昨天跟今天都是我的假日 所以我应该要把昨天跟今天的内容 融合起来之后差一半 这样子才符合我这两天想要讲一下东西 但是不好意思啊 假日的时候思考的没有这么清晰 所以我们就这一集专心来讲ETF的问题 今天是2024年7月23号 今天要讲的事情是机会不得人 因为我的期货在7月份的操作并不好 所以说我把自己限制自己 绑手冷静先不要坐单 可是没有想到 在下跌的时候没有单的人上涨的时候也没有 今天的台子期开高走高收更高 是史上大盘第二名涨幅 我呢就一路看着它一路往上涨而不敢下单 所以机会不得人 无论如何都还是要待在场内 不然赚钱的时候就没有自己的份 今天来研究ETF 我们来讨论ETF的螺旋上升跟ETF的螺旋陷阱 先从一个新闻开始 今年2024年的上半年 ETF的总规模已经破了5兆了 2024年ETF上半年规模就成长了29% 预计2024年可能会成长到60% 各位看一下2021年21 2022年17而2023年64 今年应该也是60几 哇 你看今年的成长有多夸张 那我们和别人不同的事情是 在外国他们是法人为大宗 可在台湾呢 我们是散户跟法人各半 所以这是台湾ETF买盘很不一样的地方 而这造成了我们螺旋上升跟螺旋陷阱的重大原因 首先我们现在来谈一下ETF螺旋上升的现象 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市场信心非常乐观的时候 被动投资的定期定额资金就会不断的流入 而不断的流入的资金呢 他就会不断的去买ETF 买了ETF之后 ETF就要去买股票 而股价就会这样子被不断的推高 当股票价格被推高之后呢 因为ETF的价值也是看股票的 所以ETF的价值也会被推高 那ETF推高之后呢 投资人更有信心就继续加码 而呈现一种多加多多加多 一直不断的循环 所以股价创高 ETF也创高 为什么股价一直创高 那就是因为信心都来自于越买越高啊 当投资者啊 对这个市场前进感到很乐观的时候 他们就会持续的加进去 乐观的信心情绪主要是来自于高速路族群 他们本身就有投资的需求 可是很可惜在台湾 房产的贷款是有期限制的 当你呢 当买第二栋的时候呢 一通就很有意见了 何况买到第三间第四间的时候 所以定期定额在大家推广之下 反而成为高速路族群 想要去除续的地方 而且呢 大家也都看得到 从2022年以来 ETF越存越多 ETF不会赔钱这种观念呢 几乎升值人心 而且经过实际测试 使得呢 我们ETF的买盘就越来越强 而越买就越涨 越涨就越有信心 这就导致了散户们对于ETF的持续投入 资金加信心就让ETF越来越高 ETF越来越高 成为一个市场买盘之后 它就让台股也不断的创新高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ETF的螺旋陷阱 既然ETF可以造成龙井 也会造成恐慌的状况 而这种情况呢 就是在市场情绪转为悲观的时候 投资者呢就开始恐慌性的抛售ETF 市场抛售ETF之后呢 ETF的公司是不是也要去抛售现股 现股抛售之后 它就会价格下跌 现股的价格下跌 也会导致的ETF下跌 最后因为持续不断的卖压 一直不断的循环 这会导致呢 ETF会越买越下去 价格会越来越下跌 它会多杀多一路往下滚 而成为一种螺旋式的陷阱 这个部分呢 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市场的恐慌 以及超跌的现象 这样子ETF的恐慌呢 当然是来自于越满越低 在台湾跟国外不一样 在国外呢 它们法人多 可是台湾呢 ETF呢 是散户多 一半一半 市场大量下跌的时候 法人投资者 他本身的被动买盘 相对于是比较稳定的 法人去买ETF 很多时候是为了长期投资 是为了储存退休金 是为了保险业的钱 要放在里面去 所以它本身是非常被动 而且是非常长期的 可是散户的被动买盘 却比较浮动 因为散户 它本身是把闲钱 拿出去做投资的 也就是说 它随时可以撤回来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跌幅10%以内 然后散户又还有信心的时候 散户当然是越低越买 像前阵子 台湾上跌的时候 哇 散户疯狂的持续夹满 蓝月觉得逢低买进赚到了 但是随着跌幅越来大 跌幅超过10%之后 那么就会有些散户开始出托 而当跌幅超过20%的时候 实际上大多数的散户 就会产生恐慌 因为一般人是很难承受20%的回挡的 所以产生恐慌之后 就会产生更多的抛售行为 散户越抛售ETF ETF只好去卖现股 现股越低之后 ETF价格就越低 这个时候散户只好再抛 再抛再抛 而把市场越杀越低 而现在我自己最担心的 也就是这件事情了 在这边我们来结论一下 那就是台股的ETF 散户真的多 台股ETF的散户里面 它本身散户本身 也不是为了要刻意去轰抬我们的台股 或者是特意要砸掉我们的台股 没有 他们其实就是无脑要投资而已 而个股其实很难无脑买的 举个例子来说 像台积电不断创新高 反而让人越来越犹豫 不敢下手 但是ETF尤其是大盘型 是ETF 它本身是分散投资的 所以当它做创高的时候 散户反而会觉得 我很有信心 但是ETF城府股有很多 这也导致了 ETF有时候会去买一些 其实没有这么好的股票 而把整个持股越买越多 成为一种整个市场无脑多的现象 如果今天被散户一路买上去 买成无脑多了 那势必当它回档的时候 也会无脑低 所以散户不是故意的 散户只是想存钱而已 但是像这样子很单纯的 定期定额的每个月 加一点的行为 却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 造成整个市场的过涨或过跌 在今年2024年的上半年 我们应该可以提认到 这一次台股的过涨 其实和散户的ETF买盘 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遇到回档的时候 会不会回档也会被散户的 ETF卖盘给卖太过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刚好今天的台股是涨的 刚好在这个时候 唱衰台股就应该不算太过分 好了 那这给自己一个提醒 明天是台风天 放假一天台股不开盘 那我还是会坚持一到五上片 所以明天再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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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那就出来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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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нек 明天 Allison 明天は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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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